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说 最孝顺的孩子 都数这三个生肖 有这三个生肖的父母 在晚年的时候可以享受子女的福 那么这三个生肖是指哪三个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一 最孝顺的三大生肖 一 生肖兔 生肖兔的人性格很独立 不喜欢依靠别人在别人的眼中 总是很强大 但在父母眼中 却总归是一个孩子 他们很温顺 很孝顺 对待父母 他们可谓是孝顺的代言人 喜欢安静和惬意的属兔的人 他们善于经营感情生活的人 用温柔和细腻温暖亲情 用理智和善意获得友谊 不顶撞父母 能够把父母的需要放在首位 如果你家有属兔人 那你可真幸福 二 生肖鼠 生肖鼠在别人的眼中 花钱很节制 甚至有些抠门 但在父母那里 最舍得花钱 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 告诉父母自己过得很好 不需要他们操心 机智而灵巧的鼠鼠人 做事比较圆滑 进退适宜 开诚不公 工作时全身心投入 生活中很会照顾全家人 生肖鼠很是质朴 物质上无私地给予父母 精神上更是可贵 经常陪伴父母 非常有孝心 三 生肖狗 生肖狗的人最注重家庭 孝顺是更不必说的 他们会无条件地付出 在勇往直前的道路上 家庭是他们最大的支援地 正直而又坦诚的属狗人 他们不喜欢装腔做事 也是一个没有任何秘密的人 他们心态平和 想象力丰富 工作热情高 路见不平 爱管闲事 富有正义感 狗年出生的人 从小就很懂事 都不用父母操心 在家人眼里 他们是个特别乖的孩子 长大以后 生肖狗担起了责任 会努力赚钱 让父母过上好的日子 他们的孝顺财神看在眼里 即使遇到困难 也会有贵人相助 孝顺的人运气大都不会太差 他们对父母的照顾很周全 能够从方方面面考虑到父母 是很多生肖望尘莫及的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不求回报的 但谁不想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呢 可是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命运 子女将来是不是会孝顺父母 也要看运势 除了上述三个生肖 还有其他生肖越长大越孝顺哦 二 越长大越孝顺的生肖有哪些 一 生肖虎 生肖虎是一个有大气韵的属相 所以 子女生肖属虎的话 不但是大体 而且还能成大事 有大出息 虎年出生的人 能力出众 个个都很有才华 年轻的时候 性格会很冲动 随着年龄的增长 就会显得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能控制自己的脾气 对父母也越来越好 即使工作上很忙 也会抽出时间带着父母外出 陪他们聊聊天 会经常回家看看父母 对父母无比的重视 所以她也特别容易得到财神的眷顾 一生钱财不断 注定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 生肖属虎的人会变得越来越重亲情 对于父母也是越来越孝顺 所以子女生肖属虎的话 父母晚年可享子女福 二 生肖马 生肖属马的人也是非常有孝心的 他们对自己父母长辈都非常的敬重 也很爱护 当属马人自己独立之后 成熟之后 才更加体会到父母抚养自己的不义 他们心思细腻 虽然有时候他们会烦父母的唠叨 但却很孝顺 对父母很好 经常给父母买着买呢 哪怕是不在父母身边 也会经常联系 问寒问暖 所以说 属马人的孝心表现在各个方面 生肖马本就是一个很重情义的属相 虽然年轻的时候会比较洒脱 显得有些叛逆 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生肖马会越来越重感情 对于父母也是十分孝顺 开朗而又思维敏捷的属马人 属于敢说敢做的人 他们眼光长远 热爱工作 喜欢旅游 对待父母 用行动证明一切 所以子女生肖熟马 父母晚年有福 将来的日子越过越好 晚年家庭和睦 父想不尽 三 生肖猴 生肖猴很聪明 年前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性子急 而且脾气不好 给家庭带来一些麻烦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生肖猴会变得越来越稳重 聪明机灵而又俏皮的属猴人 他们不会独自享受生活 会全身心投入到大家庭中 其乐融融岂不是更开心 他们爱惜容貌 八面玲珑 动静两仪 而且对于家庭也是越来越重视 对于父母更是孝顺 所以子女生肖属猴的话 能让父母晚年享清福 家庭和睦过好日子 有的人会说 我的子女也属上面的生肖 但是为什么却不孝顺 其实问题 很有可能出现在你自己身上 子女 有时候就是一个家庭的名片 子女的表现和言行 恰恰反映出了 她所在家庭的处境和问题 父母的为人 在家庭中的个性展露 和父母相互之间的相处模式 以及问题 都会映射在自己的子女身上 在外 父母姑且可以伪装自己 假装高尚和恩爱 而子女的表现则是真实的 家庭问题就如同一个 被显微镜 扩大高倍数的细菌一样 一览无疑 而这样的人 到了晚年 一般都不会被子女孝顺 一 品德低下 父母的言行举止 被孩子看在眼里 学在心里 错误的榜样 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 看看发生在下面这位母亲 身上的真实经历就清楚了 妈妈带两个孩子进小区 天天不走寻常路 先是按着第一个孩子的头 示意孩子钻升降杆进去 果然 孩子很听话的按照妈妈指示钻进去 并且顺利通过 而妈妈则准备从另一侧直接走过去 看到哥哥过去了 弟弟自然知道自己也要钻过去 于是和哥哥一样姿势 把头伸进升降杆空隙 就在这时 小区内一辆车通过了车牌扫描 升降杆识别后自动升起 这时第二个孩子还没有钻过去 但头却卡在了升降杆空隙内 随着升降杆升起 孩子也双脚离地被吊在了半空中 看到这里 妈妈赶紧过去 可孩子已经被吊得老高 妈妈根本没办法抱下孩子 就在危急时刻 对面走过一名男子 用力往下拉升降杆 妈妈这才把 卡在升降杆里的孩子抱下来 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试想 如果没有男子的帮忙 孩子被吊时间太长 很可能会引起窒息 甚至更危险的事 可我们并不能责怪孩子调皮 怪就怪妈妈 没有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学习榜样 没有素质的父母 孩子有样学样 会让孩子的未来变得破乱不堪 世界也将变得恶意 而有素质的父母则能给孩子 留下一笔享用一生的财富 地铁里一位男孩 意外跟在妈妈身后过了炸鸡 但这突然的逃票让妈妈很生气 于是男孩又回去重新刷票 过了炸鸡 妈妈这才放心地带孩子离开 有时候恶劣的并不是孩子 而是父母和整个环境 孩子的成绩是学习的结果 素质和品行却大多学习自父母 如果父母素质低下 那就很难教出有教养的孩子 言行粗暴 是多数父母低素质的明显表现 但却最容易被忽略 父母的暴力行为和侮辱性语言 非常容易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和内心 且容易让孩子从受害人变成施暴者 父母的影响是无形的 乱扔垃圾 随地吐痰 翻阅围栏 对警示牌视而不见 在景点刻字 父母随手很自然的行为 已经让孩子学坏了 二 你爱子女 这部分父母将自己的感情 倾注在儿女身上 在儿女性格 价值观塑造的最佳时期 输于管教 任由子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让他们变得自私又无理取闹 这些子女长大后 思想也不成熟 会变为利己主义者 不会为父母考虑 俗话说得好 虎独不食子 就连老虎都不吃自己亲生的孩子 更何况我们人类 父母皆有爱子之心 在我们小的时候 替我们遮风挡雨 在我们长大之后 又担心自己照顾不好自己 但又怕打扰到我们的工作 默默地期待着我们回家 虽然说爱子是出于人性的本能 但是过度的爱 则可能毁了孩子的一生 云南安宁市的一户人家里 陈某奎夫妇 终于盼来了一个儿子的降生 并取名为陈某刚 在此之前 夫妇俩已经生了两个女儿 所以在陈某刚成长时期 对其极尽宠溺 要什么给什么 就算做错事也不惩罚 好在夫妇俩还经营着一家小旅馆 经济上还算过得去 就这样陈某刚长大了 在宠溺的环境中长大的他 很自觉地认为 父母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应当的 而自己做错事 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这样的他 在同学眼里嚣张跋扈 但是他也没念多少书 毕竟学校的生活 对他来说太枯燥了 并且在父母的溺爱下 好吃懒做的他 经常在没钱之后 直接从家里拿 不知道挣钱辛苦的他 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 而这让一些人盯上了他 跟他吹嘘自己 在社会上的那些事 很快在社会上 和那些不良青年混在了一起 而且在这期间 他沾染了一些不良嗜好 这让他彻底变成了一个消费的无底洞 还让本来经济还算小康的家庭 将小旅馆都给挥霍掉了 而这时 老两口就算想要批评教育他一下 就会被其骂回去 后来为了挣钱 陈某奎就去当地的工地上打工 并且和公司 签了份死亡赔偿金的保险合同 保费还不少 后来老两口就想着 是不是结了婚就能收敛一点 于是就在家里人撮合下 他和蒋某英结为了伴侣 但是事实并不像老两口想的那样 结了婚之后的他 依旧肆无忌惮地喝酒 甚至在回到家里后 还将他和其他女人的事说给妻子听 另外他自己心情不爽之后就会喝酒 喝多了就想动手 而这也让蒋某英痛苦不堪 甚至都让陈某奎夫妇生气 并且又一次在看到儿子打儿媳之后 还上前阻拦 但是被他拿着刀威胁 这一切都让陈某奎夫妇感到伤心难过 也对儿媳产生了愧疚 但是陈某刚却并没有收敛自己的气焰 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供其挥霍之后 还打起了老爹工地上那笔赔偿金的钱 为了拿到这笔钱 他就买了些有害品 到进父亲吃饭喝水的容器里 甚至直接倒进饭里面 但是都被陈某奎及时发现 才没酿成大祸 可见家长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 不要一味地宠爱 也不要一味地打骂 用合理适度的方法来爱孩子 教育孩子 让他成长为对国家对家庭有价值的人 不然终究会酿成大祸 三 区别对待子女 这里主要指部分父母偏心对待子女 即子女得到的爱与关心不对等 有的父母在生了女儿后 一心一意想要个儿子 终于得偿所愿后 将所有的注意力转移到儿子身上 甚至觉得女儿成了爱眼的存在 这么做不仅不利于两个子女和睦相处 还会导致家庭关系恶劣 女儿对这个家缺乏感情 女孩一直活在弟弟的阴影中 活在父母的忽视中 心里不会平衡 可能恨极了弟弟与父母 儿子从小及万千宠爱于一身 娇生惯养 也可能会导致性格品质不健全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的女主 穷极一生 就在弥补自己缺失的父爱 游记的其中一幕场景 松子的父亲带了礼物回家 看到后的松子很雀跃 满怀激动的伸手去接 可父亲只将提包给了松子 转头上楼将礼物给了妹妹 松子看着父亲上楼的背影 显得很落寞 父亲长久地忽视 让松子内心形成一个认知 父亲只怜爱体弱得久美 不喜欢他 更让成年后的松子 缺爱又渴望爱 拼命在男人身上 寻找安全感 他爱得极其卑微 一位依赖男人 被他们随意对待 最后 只能落个孤零零地死去的结局 何其可悲 四 不孝顺父母 父母是子女最好的老师这句话 一点没错 你是怎么做的 子女将来就会有样学样地照做 有些老人年轻时 也并没有对自己的父母长辈孝顺 也不在乎在子女面前 会不会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 但这些行为 早晚有一天会反噬到自己的身上 不尊重长辈 不孝顺老人 子女虽然年纪不大 但感知是很灵敏的 父母的情绪和行为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等将来自己也这样做的时候 老人是没有底气去反驳的 这只能是旧由自取 自己犯下的错 自己承受 地藏经云 若遇悔逆父母者 说天地在杀暴 如若遇到不孝父母 忤逆双亲的众生 将来要遭受种种天地灾难诛杀之暴 佛教讲究之恩报恩 谁对我们有恩 佛陀告诉我们 情与无情都对我们有恩 我们时刻要怀有感恩之心 在诸多的恩德之中 父母恩是现实生活中最能体会到的 父母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培养长大 我们不仅不孝顺 反而还忤逆双亲 这是何等的逆罪 理应受到天打雷劈 不得善终的报应 佛弟子当以孝道为修学佛法的基础 对父母以顺为孝 顺父母的心 顺父母亲的意 如此方能称为孝顺 对于大成佛子而言 如果连恩情最重的父母都不孝顺 还谈何去普度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式的父母 故度众生 即要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之上 总之 作为父母 我们是什么样子 儿女就会学成什么样子 因此 从自身出发 严格要求自己 才能够更好地前进 到了晚年 也能够幸福安乐 如果不明白因果 种下恶因 子女就会承受这个报应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